今天场面说得很好 我们今天同样选出了五大经典场面 来 先来看看第一个 真的是观众朋友又再次有演服了 当初在拍这个场面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压力呢 我记得当时我们都蛮紧张的 可是紧张到我们跑得很快很快 到周围的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穿比奇 结果不是只跑一次嘛 反复跑很多次 可是我们一到的时候 我们就就是保持很low profile 然后导演说 就是不要太轰动 不要就是女人注目 所以要脱跑的时候 他才挥手 都是扎不开的 所以都很经典 所以你们在拍那个画面的时候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防护动作 绑得特别紧 我记得我们出发之前在Wardroom 待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每个人都绑得特别特别的紧 就穿得比较安全 Fiona还听说为了这个特地照了两照 对对对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都帮助STV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因为很多旅客在那边 哇新加坡的女孩子好开放 我在乌节路这样穿好 对 结果就后来很多旅客来乌节路找了这个 Bikini女郎 我还记得我们在Wismar外面拍的 连对面的Lucky Plaza 都有人在那边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天我们的刚到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就真的啊 三年过后还是造就了这个经典画面 我还记得了这个经典画面